豆腐必吃的九道神仙做法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我告诉你啊 当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像我这样做一道肉末 酿豆腐 营养好吃又简单 肉末中放胡萝卜 冬菇 葱花 盐 生抽 胡椒粉 搅拌均匀待用 嫩豆腐挖个洞 把肉末塞进去 肉末朝下放锅间 煎好转入砂锅中 生抽 生粉 适量清水 调一个料汁 浇在豆腐上 扣盖煮个八分钟 左手撒点小葱花就可以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你也赶紧去做起来吧 第二道 如果你老公喜欢吃豆腐 那你就别让他出去吃了 再加简单拌一下 都特别好吃 老豆腐一块 不要用刀切 用手随便掰成小块 然后锅里水烧开 加一勺盐 把豆腐下去稍微烫一下 然后捞出来过一遍冷水 加蒜末 辣椒面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不要放盐 来一勺生抽 半勺香醋 一点小春花 抓均匀就可以装盘了 这样做的豆腐清爽解腻 简单又好吃 第三道 简单到不行 好喝到尖叫 鲜香嫩滑 非常好喝的皮蛋菠菜豆腐糖 你只要看一遍 就能轻松学会 锅中油热下去四个皮蛋 用铲子把皮蛋拌碎 每天都在用新的浇作菜 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然后加入葱段姜丝 加入适量开水没过食材 下入提前切好的那只豆腐 煮开后下菠菜 调味放入胡椒粉 盐 最后淋上点香油 搅匀后即可出锅 就这么简单 好喝到停不下来 营养又美味 喜欢你也动手做起来 第四道 吃了三十年的豆腐 这是我认为豆腐最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大葱切成马耳段 加一勺生抽 蚝油 少许鸡精 白糖 一勺干淀粉 适量的清水 再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油热下入豆腐 用小煮切开 这才是豆腐好吃的淋水菜 小火慢煎 煎至六面金黄 接着倒入调好的料汁 小火慢煮三分钟 然后在大火收拧汤汁 像汤鸡包裹的豆腐就好 这样做的葱烧豆腐 鲜香滑嫩 葱香浓郁 非常的好吃下饭 你也做起来吧 第五道 千万别做这个豆腐 我怕你五碗米饭都不够吃 嫩嫩的豆腐切厚片 先裹一层淀粉 加一层鸡蛋液 锅中油热 煎至两面金黄 碗中放葱花 蒜末 辣椒面 芝麻 淋入热油 继续放66粒盐 白糖 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 搅拌均匀 淋在煎好的豆腐上即可 学会的记得点的赞收糖 做起来哦 非常感谢 第六道 油焖豆腐这样做 比卤肉还香 今天把经典做法 分享给大家 记得收藏 首先嫩豆腐切条下锅炸 榨至漂浮变色后捞出 然后下肉末炒散 姜蒜 小米辣 老抽 翻炒均匀 下炸好的豆腐 生抽 蚝油 盐 胡椒粉 半碗长浆水 咕噜两分钟入味 一勺水淀粉勾芡 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香辣滑嫩 超级下饭 喜欢赶紧做起来吧 第七道 以后豆腐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鲜香滑嫩又下饭 首先豆腐改刀切成小块 锅中水烧开下豆腐 再加勺许盐煮两分钟捞出 油热下牛肉末 给它炒熟炒散 下葱蒜 一勺豆瓣酱炒香 我每天都会分享 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能找到我 炒出红油 加一碗长姜水 调味加盐 鸡精 花椒粉 少许酱油 下入煮好的豆腐 开小火慢炖五分钟 然后用水淀粉勾个薄芡 水淀粉要少量多次的下 吃起来才更加的滑嫩 出锅前撒上葱花 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您也收藏 回家试试做吧 第八道 您可以试试这道 凉拌皮蛋豆腐 寓意着花开富贵 首先皮蛋上锅蒸八分钟 蒸熟后切成四半 嫩豆腐切成块 摆入盘中 倒入切好的豆腐 碗中放葱花 香菜 蒜末 小米辣 盐鸡精 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一勺辣椒油 搅匀淋上料汁即可 这样做的皮蛋豆腐 还没上桌就被抢光了 第九道 勤快的妈妈 每周都会做上这道虾仁蒸豆腐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营养又好吃 嫩嫩的豆腐 一分为四摆入盘中 再把去壳后的虾仁 放在豆腐上 碗中打入两个公鸡蛋 搅匀后 加入1.5倍的温水 继续搅拌均匀 不知不觉 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点不点红心 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我就很开心了 淋入鸡蛋液后 水开上汽蒸五分钟 千万不要蒸太久 热油爆香葱花 浇在蒸好的虾仁豆腐上 最后淋上一勺白灼汁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口感嫩